女人刚想捡起地上一百万 突然一个透明人直接将它踢飞 接着伸出一把锋利的刺刀 可下一秒一双绿色的利刃出现 立刻贯穿透明人的身体 接着缓慢地举过头顶 就在透明人一脸懵逼时 一只异形怪物突然出现 张开雪白的牙齿 酷吃一口直接送去西北 一边的同伴听到动静 立刻伸出鹰爪 而异形却露出诡异的微笑 见到透明人跑来 轻轻一蹦跳到他的脑袋上 趁机举起镰刀挥去 但都被透明人巧妙化解 随后小脚轻轻一蹬 将异形揣到隔壁的密室里 透明人上前查看 却险些被异形的尾巴击中 而异形趁机抓住透明人的小腿 随后一下顺移到他的身上 但透明人见到机会来了 直接用利刃划断异形的尾巴 立刻冲上去把他按在墙上 并抓住他的脚掌 往周围的墙壁上撞 随后使劲轻轻一挥 就在透明人准备绝杀时 异形却将尾巴的毒液洒出 液体下腐蚀他的铠甲 这时透明人发现对方消失 但此时的异形已经跑到房顶当老六 准备发动致命的一击 却不料透明人早已发现他的位置 鱼网一下罩住身体 但异形身上含有剧毒 下一秒就睁开束缚扑向透明人 随后朝着他的脑袋哭斥一下 但此时异形却发现还有潜入者 一个人类进入了他的陷阱